三十六点永远扭曲别人善意的人,无药可救,三十七点说一句谎话,要编造十句谎话来弥补,何苦呢?三十八点白白的过一天,无所事事,就像犯了窃盗罪一样。 三十九点广结众援,就是不要去伤害任何一个人。四十点审默是毁谤最好的答复。四十一点对人恭敬,就是在庄严你自己。四十二点拥有一颗无私的爱心,便拥有了一切。 四十三点来是偶然的,走势必然的。所以你必须随缘不变。不变随缘。 四十四点慈悲,是你最好的武器。四十五点只要面对现实,你才能超越现实。 四十六点良心,是每一个人最公正的审判官。 你骗得了别人,却永远骗不了你自己的良心。 四十七点不懂得自爱的人,是没有能力去爱别人的。 四十八点有时候,我们要冷静问问自己。我们在追求实魔。我们活着为了实魔。 四十九点不要因为小小的争执。远离了你至亲的好友。也不要因为小小的怨恨。忘记了别人的大恩。 五十点感谢上仓我所拥有的。感谢上仓我所没有的。五十一点凡事,能站在别人的角度为他人着想。这个就是慈悲。 五十二点说话,不要有攻击性。不要有杀伤力。不花己能。不养人恶。 自然能画敌为有。五十三点诚实的,面对你内心的,矛盾和污点。不要欺骗你自己。五十四点因果不曾亏欠过我们实魔。 所以请不要抱怨。所以请不要抱怨。五十五点大多数的人一辈子只做了三件事。 自欺欺人被人欺。五十六点信是最大的骗子。别人能骗你一时。而他却会骗你一辈子。 五十七点只要自觉心安。东西南北都好。如有一人未住。 切莫自己逃了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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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